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有試著開玩笑 因為我跟導演組的人 他們其實都會對一些活動內容 我說你小心喔 我等一下可能丟麥克風什麼的 他說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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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克風很貴這樣 我開玩笑的這樣 然後後來我們就正式進入了節目的錄影 然後因為 其實我跟TY的順序差很遠 TY可能第一輪 我可能好像第三輪還是第四輪 對然後我看到他 就是因為畢竟然是同公司 然後我覺得他 一路的過程都有點爭議啊 對然後我只是覺得 我想去替他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當下想到我上去我就直接 我也沒有想太多 但是其實 當我唱完之後 然後我丟下那個鍊子去表達我的想法之後 我更在意的是 我不想讓任何人覺得很難堪 對我不想讓任何人覺得 喔你們就是這樣子 你們就是操作的是這個德性 我希望可以讓他們看到的是 那個文化更有深度的地方 更美的地方 也許它充滿了攻擊性 可是 當我做的那個動作的時候 我 導演組的人有溝通過說 不管我做什麼 我都不會 他說可不可以不要讓 就是節目看起來還尷尬或什麼 我說你們不要擔心 我說你們真的很在意的話 你們就當作是個效果好了 對啊 我說就這樣就好了 我也不想要多做什麼 對然後所以的話我就把它 就把它點下來這樣子 對 因為我覺得我想要表達東西我表達到了 然後我也試著去 讓自己在那個瞬間就是 不要是那麼不負責任的感覺吧 我覺得 如果我不點起來的話 可能會 流失更多 想要接受HIPHOP 可是因為我那樣 稍微有點魯莽的舉動 因為我的魯莽舉動 而讓他們不喜歡HIPHOP的話 我也覺得是不太好 我希望這個音樂 可以讓更多人聽到 因為其實 不管你喜不喜歡我 我出去外面 我真的不想給他丟臉 我希望 我拿出我該有的表現 然後其他的我就順其自然 那其實前面丟臉這些過程 我都有在賽後的訪問 全部講出來 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是 可能是他想要那個 節目組可能就是 想要這麼做吧 那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對啊 就是也尊重他們這樣子 有啊 其實我一開始 我 最想要挑戰的就是 歐陽鏡 對 HIPHOPMAN 因為其實當我知道他是 歐陽鏡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跟他聊天 他以前 有來過 台灣表演 在墾丁 我也有去看 那時候是他 最夯的時候 然後因為他其實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這個原因 因為他是第一個 華人面孔 然後簽約給美國主流的老車廠牌 Rubrider 那時候他們有很多很屌裔的人 像EVE 像Swissbit BMX 那種很多很猛的 然後 因為他在簽約之前 他有在一個 黑人娛樂電視台 BT的頻道辦了一個 freestyle比賽 他是七週的冠軍 也有影響我很多 因為 他是用 因為其實 美國的HIPHOP是這樣 你要得到他們的認同 必須要拿出實力 他HIPHOP的文化是不會 同情弱者 就是你要想辦法去爭取 你要去Hasso這樣子 所以 這也 讓我對他其實就是 一直都會 心中都會覺得 喔 看這個人好屌 就是一個目標這樣子 然後結果剛好 因為中國有其他 這個節目 我有機會接觸到他 其實我就一直很開心 我跟他聊天 然後 最酷的是 當我60秒表演完之後 那我就下來 然後 休息時間 他就 衝過去找我 他就 就是 跟我握手 然後 跟我說 他說 他講英文 他意思是說 兄弟你真的太屌了 哇你剛剛讓我覺得 你把這邊所有的老子都殺掉了 你真的太屌 You killing man 然後 他就一直鼓勵我 然後他說 我印象真的很 很深刻 就是他 他還講說 我感覺出來 你有那個天生的那種 就是很natural的那種氣息 對不對 你的表演我真的覺得很屌 對 我真的很高興這樣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 你有這樣的表現 然後不斷的鼓勵我 因為 說真的他真的 他對我來說是 是大人物 然後他願意去 呃 誇獎 給你鼓勵 我覺得對我來說真的 意義很重大 也意味很多東西 因為 那種鼓舞 我覺得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當下我真的很開心 我常常說 哇操 因為我覺得 在那個瞬間我 我 就是吸引到他的注意 然後 得到他的認同 我真的 就是覺得很爽 對啊 又有這支BCW 酷8月號封面能錄 Now you see me baby